上海現在已經交付使用的方艙醫院有4個場館 細博展覽館、新國際博覽中心、花博回復興館 臨港陽山特殊綜合補稅區 共計3.8萬個床位 即將完成改建的上海國家會展中心 共有8個床館 可以提供5萬個床位 計劃9號起分批交付使用 由此可見上海感染人數之多 上海市家定區居民化名石裏告訴本台 他居住的地方已經被封了一個多月 大家捉不出戶一直是配合政府的核酸檢測 但是感染的人數一直在增加 他說他的同事測出陽性 在家裡一個星期都沒有人管 這幾天已經是好了 前天又被拉走送去隔離 結果並沒有住進方艙醫院 很多大巴士就停在路邊 半夜吹著冷風 吃、喝、拉、屎、睡覺完全沒有人管 第二天下午終於是可以住進方艙醫院 石裏說據他的同事說方艙醫院條件很差 大家都在一個開放的空間 沒有任何的防護 感覺到更加危險 廁所是公用的 交叉感染的機率就更加高 同事還在群裡勸大家千萬不要來方艙醫院隔離 條件太差 進來之後連核酸都沒有做過 有症狀的人也都沒有人管 這樣下去是會搞出人命 根據中共的國務院防控統一部署 4月初開始在江捷兩省 緊急改建方艙6萬間 供上海使用 目前江蘇省已經建成了1.6萬間 浙江省建成了2.1萬間 其餘部分將於近日員工 日詞流出的一段上海疾控中心某負責人的電話錄音說 我跟他說了輕的症狀無症狀 不要將人家轉走 就在家裡隔離 我都提了無數那麼多次 有人聽嗎 我們專業機構也都要被逼封 專業人員的話 根本就沒有人聽 現在將這個病變變成一個政治性的疾病 他還強調方艙醫院隔離點那個環境 是令到人絕望 ritmi 有關 脫衣 就是 有關 有關 你 有關 有關 我